最近恢復自由身的小芳芳力生 昨晚出席電台活動 透露最近作客ViuTV節目 《晚吹遊酒今晚吹》不斷爆料 我真情流露 酒後套真言 喝了很多 他們每個都好喝得 我們還要喝硬飲 全程都是威士忌 但很開心 我們說 很多都是說一入行的搞笑 尤其是因為我們會說很多喝酒 其實我一開始是運動員的時候 我不喝酒 我是入了行 因為Paco才開始喝酒 一喝就是喝威士忌 所以說這些特別事的時候 他們說你運動員真的不喝? 我不喝的 你入行是怎樣的 我講回我一入行的經歷 我入行的時候 我都是不夠12點睡覺 我以為11點半睡覺是好夜好夜的 所以是有很多搞笑的事 有沒有透露情史出來? 不小心 我的情史 你們都知道 有多少 一隻手數了 這麼多年 做了人這麼久 沒有 現在變成了自由人 小芳都說 很想參與多些不同的節目 甚至拍劇 如果是真人秀就自己玩的了 就不是做主持的了 如果不是真人秀的話 就拍一下東西也好 自戰一下 我跟馮志強導演很友善的 我立刻有留言告訴他 我每集都有看 油水 現在油就不行 別人的腹肌 現在都不是六個 別人八個 我都是做魔鬼教練 因為我看到Ice Room 說他們欠缺了一個教練 就知道在哪裡找 同場還有陳偉旋 和師弟Dex 余中堯 英皇新人Aidan 紅助星 和Andy 黎展鋒 Dex 新歌平衡線上 MV 今晚8點面世 在MV 裡面 Dex 雖然有美女相伴 但卻沒有任何新熱鏡頭 葦璇聽到也替他不值 我也想有 但因為 這個MV 就不是說愛情 哎呀 你下次就像我一樣 我已經可以 第一個MV 抱 抱 和親 哈哈 那有沒有什麼時候預告 什麼時候再有第二首歌 因為第一首歌出了之後 就很好反應 會不會嗎 未來會有不同的版本 先出了 然後再出下一首新歌 我想都是未來 這個多月會出現的事 嗯 有新作品出的 還有Aidan 和Andy 我自己剛剛出了一首唱跳的歌 叫做Mask Off 這一首歌 對於自己來說是一個挑戰 我很記得那天拍MV的時候 跳得太高興 然後跳到爆了胎 但是我覺得 嗯 專注在表演 我覺得 白不爆胎 這些就由得他 反正應該沒有人看到的 我自己就準備出我自己 第二首的作品 是延續上次跳的一個故事 希望讓大家看到 跳完之後去到一個什麼境界 其實都預議著 我們每一位新人出道了之後 要不斷探索自己的特質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盡快 讓大家看到我的作品 拍MV居然跳到爆胎 看來Aidan真的很賣力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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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